大家都已经进来了 我们先让几位感受一波 咱抖音场的热情 一集给到五位 最热烈的掌声欢呼 走一波先 员芸芝 加油 谢谢 谢谢大家 好 那赶快请我们几位 跟抖音的朋友们 打个招呼 介绍一下自己的角色吧 先从云西老师开始 抖音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罗云西 在《颜芸记》当中饰演 脸盲心鸣 心怀正义的 总部雅思大总部 江心白 帅不帅啊 帅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宋益在《颜芸记》里面 扮演行走江湖的 足智百变女游衣 颜男星 欢迎 今天依然美得很稳定 一台陈瑶老师 啊 陈瑶 美 哈喽大家好 我是陈瑶 在《颜芸记》当中饰演的是 一身反骨的第一任女季 第一女季 《江苏罗》 欢迎欢迎姚妹 超美超美 大家好 我是黄瑞盈在《颜芸记》当中饰演的是感爱感愤的苗江小侠女 欢迎欢迎 大家好 我是关子敬 在剧中扮演江总补的得力助手 爱情保镖 姚先淑 欢迎欢迎 再次欢迎几位 刚刚看片的时候 我们大家的气氛 真的超级欢乐 可以说已经对颜芸记的期待值拉满了 所以今天开场的时候 想先请几位 艺人用一个关键词 或者是一句话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颜芸记 请从西西老师 我不知道大家刚才看的片段是哪些 第一集 第一集 是吧 然后 你们是不是特别下饭 知道 所以我觉得颜芸记一定是一部下饭神剧 然后大家可以在吃饭的时候 一定就 边吃饭边看 很精彩啊 下饭神剧 你们宋姨老师 我觉得 颜芸记是一部可以带给大家 好运 财运 和幸福运的下饭神剧 哇 这个说完之后 大家谁都不看是不是 亮阿姨也给身边的朋友们都一起来看啊 好 妖妹 嗯 我觉得颜芸记不仅仅是一部下饭神剧 它还有餐后的甜点 因为它的甜度非常的高 每一对CP的甜度都非常高 哇 大家可以放心大胆地追下去了 喝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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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日移 确实啊 刚刚其实第一集其实才看了一部份 但大家都觉得笑得不行了 很多片段的时候都笑得很开心啊 那大家在看完预告之后也很好奇了一点啊 既然我们江心白是有这个脸盲症 那他是如何精准辨别身边人的呢 是不是有摇钱书吗 对 然后就是因为自己有一个得力的助手嘛 有时候会帮到自己 那么其次的话 就是江心白认人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啊 就是可能自己有高度近视或者是散光 其实我平时也有一点 就是离得比较远的时候 就是看大家 就只能看见一个轮廓 然后五官都是模糊的 但这个时候呢 你又觉得这个人的 不管是他的形态也好 他的穿着也好 还是他的气质也好 就觉得他是某一个人 其实我觉得江心白有时候就靠这种感觉 就不管是他的谈吐也好 然后气质也好 然后穿着也好 还是他的可能气味也好 然后就通过这些小细节 去辨认这个人究竟是谁 那现实当中 罗尼西老师有没有经历过一些脸盲时刻 会有吗 就除了这个近视 因为近视看不清之外 可能就是有时候会忘记别人叫什么名字 对 会有这种尴尬的时刻 那我们今天不会来现场测试一下怎么样 我们关斗评论区里啊 有一个非常有才华的这个网友 用一张图说精准的形容出了江心白眼中的世界 我们先请工作人员帮我把这个图拿上来 就是花花特别可爱的那种 对真的 完全不愧是四川老乡啊 大家真的是秒认出来 谢谢谢谢谢谢 看来这个属于是江心白是脸吗 不关罗尼西的事情 不关什么 这个现实眼神还是很好的 好那接下来再来问问我们这个技能点拉满的闫南星啊 那我们这次角色不仅是会行一整容做生意 而且还能72日 那宋依老师觉得这次演的闫南星和以往的角色相比 有什么不一样的体验吗 因为之前可能大多演的角色是可能偏文静类的多一些 然后这次闫南星她是一个行走江湖的女游衣嘛 然后她是比较接地气 然后可能是那种行为上会不拘小节 所以比较大大咧咧的那种 所以在这方面还是会跟以前塑造角色有一些不同 然后之前的话在《金主强舞》维读的时候 也有跟导演聊说要怎么去打破 对以前我塑造一些角色的固有的印象 所以让她表现得格外的活跃 然后我们会加一些比较现代女生的行为 或者是一些让她吃东西 对我跟导演相对吃东西 因为导演觉得我每次在吃东西的时候 就会比较放飞自我 所以就会让演戏的时候 就一直可能跟西哥拍的时候会嗑瓜子啊 然后吃一些小东西 然后去增加一些她这个人物的这个活泼的感觉 很用心地在设计这个角色啊 那我们刚刚也提到这个变身 那现在很多抖音网友都在说 那反正江新白她也不认脸 那不如换我们都上去演两集 对不对 对 对 那对于大家这样的新生我们男星能同意吗 我们要不征集一下吧 我们严心记二的时候 可以先摆一个摊位然后征集 是吧 想演的都可以来报名是不是 对 先把严心记给全部追完 对吧 首先把严心记追完 然后在严心记官博下面报名 所以在官斗下面报名 官斗下面报名 对 听懂啊 所以大家最重要的当务之急的任务 是要先去追剧 把我们第一集追完 然后有兴趣的去参演第二集 是的 哎呀你们这个想法还真的可以 是不是 是的 那大家都是脑洞大开啊 那我们剧里面江西白和圆南星的进展速度啊 可以说是神速 那今天也是想请两位能不能先给我们浅浅的剧透一下 后期两位的关系走向如何呢 这感觉很像过山车 嗯 起起伏伏 又兜兜转转 对吧 听完好期待的这样一个形容 那么你谢老师觉得那么 对 就是两个人从 我觉得就是 就是一直都有那种 嗯 欢喜冤家的感觉在里面 对吧 然后 他们两个连结婚都不止结一次 是 我们有三次大婚 三次结婚 对 所以这种 过山车式的这种 相处 真的是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很精彩啊 很精彩啊 那这三次大婚的名场面当中 好奇两位对 哪一次的大婚印象最深刻 我一定是第二次 我也是 是刻骨明星 小天老师 对对对 是的 因为那天其实我们三个演员都在 对 然后宋英老师也是看了我和英英老师 后面的那些演技 我就觉得 哇 真的还蛮搞笑的 很深刻 印象很深刻 那一段真的在抖音上的剪带超级火的 大家就说怎么能脑洞开成这样 太期待 太想看了 那之前我们在看花絮的时候 其实也已经感受到你们 延新记的剧组氛围 特别特别的欢乐啊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事先收集到一些网友们 对于大家比较好奇的这个问题 希望大家可以积极的抢答 然后向爆料一下 首先第一个是 请问谁是剧组当中的搞笑担当 几位都可以踊跃抢答随时爆料 我 温正龙老师 对 温老师 对 王女 嗯 那 文西老师刚刚说自己是 对我好像 有一句我们几个人 我们这几个人当中好像就我比较搞笑了 对对对 然后广哥可能也比较搞笑 广哥是萌萌大的搞笑 那你呢 我就是不要脸 你属于在这种帅哥搞笑是不是 有没有什么具体事迹可以跟我们全分享一下 还记得吗 就比如说就是 呃 练魔术 我在抖音上刷到很多就是那种 教魔术的那种片段嘛 然后我就我就自己尝试了一下 然后自己还没尝试好 然后就在大家面前表演 就开始呃 献丑 这样子之类的这种 这一段垮掉了 也不会垮掉了 成功啊 还是算比较成功的 哇那我们到这期待一下 可以发 拍一些 要再变一期 好 再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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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主动献上了公牌 还要用我的手 还用 有道具吗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有道具吗需要什么 哥哥你不是托儿对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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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我们以后可以一起去舞台表演 这是一个 舞台表演 没有问题 感觉我们特别像一个江湖表演 哈哈哈 从那个哥哥使识当 我们的脖子上拿下来 哈哈哈 然后我可以这样子 在宋老师的手上 打一个节 嗯 就是一个节 嗯 你可以再让他 死 再打一次 嗯 固定不了 嗯 脱不了 对吧 然后这个时候 宋老师 对 对 宋老师把这只手关住了 我们一起掌声鼓励一波 我还是没有看懂 我真的完全没有看出任何扩展 而且这个真的是线挂 完全即兴的 我们也先请工作人员帮我把这个扇子拿一下 来 那我们继续来下一个问题 是请问谁是剧组当中最哀的人 刚刚说完搞笑 我们再来一个最哀的 最哀的 我和铁哥好像 铁哥 我俩在现场拍戏以外 铁哥 好像易姐比你还要哀 那我就是最哀的人 对 因为我其实比较喜欢在现场唱歌嘛 然后我就邀请了易姐 好几次 我说我们一起来唱个歌什么的 易姐说好呀 好呀 但好了一部戏也能唱 易姐从不轻易展开歌喉 大家都同 来一个 来一个 唱一个 但别难为爱人 对 有机会的时候可以录着抖音发一发给大家 罗老师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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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老师后面会有这个环节 给大家期待一下 罗老师唱了一点心气的 我爱你 有哦 有唱哦 现在来一首 来一段 来一段 很唱两句 来一段 来一段 唱了一段 罗老师 现在就要吗 我又要出汗了 对 待会有一个唱歌环节 咱留到后面好不好 如果还有时间的话 咱们待会来听 好 那我们刚刚既然说了 这个有搞笑担当也有哀人 那我们今天就现场测试一下 几位的这个搞笑程度详情 几位来现场挑战一下 五表情讲冷笑话挑战 五表情 对 我们今天先可以 几位可以来拿一下 给大家艺人准备了一个 大家可以传递一下看看 哦 这个好 艺人准备了一个小小的冷笑话 然后需要大家 接力讲出来 并且在全程当中 需要全程冷漠脸 不可以笑出声的 这种 大家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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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觉得很好笑 我问你说你的意见 你先吻住 你先吻住 那你先吧 好 那我们要不要送 搜尼老师先 这个有点难度 这个还要 还要插 看到底有多搞笑 大家是不是刷抖音的时候 经常刷到那种AI音 对吧 然后 那我就用一个AI音嘛 好 可以可以 AI音的冷笑话 就有一个女生 特别的甜 哇 孙悟空在饭店吃饭 饭店提供的水果 有潘桃 香蕉 榴莲 西瓜 为什么 他只选择吃榴莲 因为 有时候 有时候 宁愿选榴莲 不放 烧 哈哈哈哈 这是怎么办 这是老儿子 有时候 那个有时候 宁愿选择榴莲 不放烧 是这个吧 对 没错 好丁 好丁 我们下一位 孙悟老师 我想讲一个我自己的 可以 自己压箱姐姐都可以讲出来 对 我觉得还 挺冷的 给大家 炎热的夏天 给大家送去一丝清凉 呃 呃 呃 冷的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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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牛 我没有想到 这很冷 感觉有很多冷香吗 再讲一个 哈哈 再讲一个 好 呃 等我捋一下 哈哈 呃 一只橙子 他走在大街上 然后遇到了一只香菇 被香菇撞了一下 橙子就死了 那时候 哈哈哈 德老师回答你什么 诶 有一只橙子 他走在大街上 然后遇到了一只香菇 被香菇撞了一下 然后 橙子就死了 为什么 第二橙子 哦 对 为什么 那我先再讲一个 哈哈哈哈 这个说 这个说 旺旺雪饼 睡觉的时候热了 怎么办 旺旺雪饼 旺旺雪饼 知道了 对 你知道 对 这个这个这个比较好 看来是披萨比较厉害 确实披萨真的赢了 太赢了 我这个第一次赢了 我们下一个姚妹 有一个和尚在身上 苦练了十年的铁头功 有一天他终于下山了 然后 被新电视吸走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 这边好笑 都是我们精心挑选出来的一些 日盈感觉日盈也接不住了 很好笑 我觉得那个画面感会很搞笑 日盈感觉完全承受不及了 我讲一个我也讲一个我自己的 所以你都知道 那我要讲一个我自己的 就是狗呢会汪汪叫 猫呢 我也知道 你都知道吧 就是那个猫 猫会喵喵叫 然后鸭呢会嘎嘎叫 那鸡呢会 鸡会 机会留给自己了 怎么大家耿到这么多啊 刚刚有一个老师配合了 说机会打名 不是你知道吗 这个是什么 这个冷笑话我是怎么记住的 就是我有工作人员会有时候 拍我在那个片场的一些反应 他们就在 开机的时候 录了一遍 就说跟个哥哥 然后就是说那个 小狗会汪汪叫 猫会喵喵叫 鸭子会嘎嘎叫 那机会什么 我说咕咕 他说不对 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 我说哦好冷啊 然后呢 到了沙欣的那天 他又问我一次 他说猫会喵喵叫 狗会汪汪叫 鸭子会嘎嘎叫 机会怎么样 我又说机会咕咕叫 他说 他说哥你怎么用说这个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 我说哦原来是这样 今天是终于记住了 是不是 然后我们就很自尽的 那我也说个自己的吧 那个 我问问我这个江东伯 这个有一个小孩 看着这个蜡烛 问他妈妈说 哎妈妈这个蜡烛的烛光 为什么老师一窜一窜的 为什么 要剪灯芯了 不是 因为你是精神小伙 精神小伙 没毛病 窜一窜的 那个火苗 蜡烛上的火苗 不是现在 这个确实是有点冷住了 没关系 咱冷住没关系 咱接下来这个环节 我相信气氛可以一秒热起来 好 因为我们今天 颜辛季剧组 特别为各位抖音的媒体老师们 准备了一个 特别的福利抽奖环节 我们先请工作人员 把我把这个抽奖箱拿上来 我们请五位可以 一人从这里面 抽一个小纸条 这里面写的是 我们在座各位的座位号 我们看看大家都能抽给谁 这个小纸条 先回收这个冷笑话 来很消化回收 天热的时候可以拿出来 哈哈哈 天热的时候可以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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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几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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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一号这个座位号啊 老师抽我 你们抽你啊 抽我 抽我 我 是在抽 我抽我 可以抽你 我抽了一下 想被抽药的朋友们 我 你不想被抽 我 行 我 我也不想被抽 你不要 我 卢云西抽我 哈哈哈哈 卢云西啥 卢云西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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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用鞭子 好,我们罗老师先公布一下吧 看看抽到谁了 一排三号 恭喜 恭喜 来,我们工作人员辛苦吧 我们这个小礼物送上 谢谢,来我们接下来 大家不会给掌声的 都羡慕嫉妒了 好,来我们接下来 送一号 二排十一座 恭喜 恭喜这位红发妹妹 红发妹妹都拿到奖了 讲一句话吧 刚才你们来之前 我们说要给你们带来一下 关于我们走一场的震撼 所以观众们配合我一下 好 阿姨,老婆不好看 好好看 Non't don't you 好 鲁兮嘶不 count 嗯嗯,とか 美不美 美 大家 美不美 好,很棒来 keeps on der 可以连开一百场 来 我们听 四排十三座 四排十三座 好激动 好激动 来 我们工作人员会有 跋山涉水的给你送到的 四排十一座 好激动 一排十一座 好开心 年轻机大棒 大棒 必须大棒 好受伤 我们前后 我在这里 没事 我们接下来还有机会 我们一排十七 一排十七 一排 我的 恭喜我们这位工作人员老师 今天您才是最大的赢家 又拿了这个 卢西老师拿过的这个 这个 这个感觉 结束之后再说 我们先恭喜这几位 然后没有拿到的 我们也不要伤心 因为我们 第二波福利马上就要来了 第二波这个福利是考验大家 哪边欢呼声大 哪边热情 我们就发到哪边 好 好 来我们先请几位来 跟我们小小揭晓一下 好不好 这一轮的福利是什么呢 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拿上来 我待会跟他要 准备了一些小小的精致的这种喜糖 要给大家来现场 来 来 我们 小小揭晓一下 打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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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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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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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幸運了 朋友們 家家還有一個 這裡 終於拿到了 終於拿到了 後半都購不著 好 經過這兩個環節 都吃了一下子熱氣 那咱們 今天 給她四台十一 問幾位 最近有沒有刷到一些在抖音上的面向很深刻的視頻 或者是一些梗之類的 因為 你知道我為什麼認識 那個七仔和 那個花花嗎 這是在抖音上學的嗎 我經常刷到它 比如說像七仔養那個阿寶的耳朵 然後阿寶阿寶還在那模仿 然後在那去告狀那些 那些視頻都挺有意思 真的是超級超級可愛的這些小視頻 那大家知不知道有個最新梗叫做 City不City 對 對 我看武士 我經老師知道是嗎 對 就是說這件事情 比如說你看一個做某件事情陽不陽氣好不好 好 就現在就會問說做什麼什麼事情 City不City 比如說我們看顏心計City不City 然後對 然後大家就會回答說好City阿 對有一個阿這樣一個歪頭 好City阿 對 好City阿 好 那我們直接要去開口吧 看顏心計City不City 看顏心計City不City阿 City不City 好不起阿 再來一遍 再來一次 我們大家一起好不好 來 看顏心計City不City 好City 太棒了來 掌聲鼓勵一下 掌聲鼓勵一下 紅包很棒 好 那我們前段時間 倫西老師也是剛剛在抖音上面直播了自己演唱會嘛 大家都說太好聽了 根本沒聽夠阿 所以今天這個等著盼著的環節終於來了 我們今天要不要現場給我們發一個小福利在安可唱一部 隨便唱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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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你唱的我們都愛聽 會呼吸的過 好 上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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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大家都是忠實聽眾啊 演唱會的 那就 那就 那個 什麼 呃 再 再稍微唱一段那個 會呼吸的痛吧 好 哥來卡上接我們 在東京鐵塔 第一次眺望 看燈火魔法 墜落的星光 你終於到達 但卻更悲傷 一個人完成我們的夢想 你總說 時間還很多 需要依賴我 以前我不懂得 未必明天就有以後 想念是會呼吸的痛 它活在我身上所有角落 恨你愛的歌會痛 看你的心會痛 連沉默也痛 遺憾是會呼吸的痛 它留在雪夜中 來回滾動 後悔不貼心會痛 恨不懂你會痛 想見不能見最痛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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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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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覺盛宴啊 一整個 謝謝 好 那我們最後 我們今天還精心挑選了一個 最後合影的pose 來 請我工作人員幫忙拿上來 詳情幾位來模仿一下 看看 一個史上最全筆心 大家可以每個人挑一個姿勢來 我們每個人來 我們每個人來 大家挑一下 看看 一些擰麻花式筆心 這有點太難為人了 我們稍微放過自己一下 不要這麼為難自己 對不要太為難自己 大家比了心 我們都愛 對 但其實那個還挺好看 對著一姐這個還挺好看 對著一姐這個還挺好看 對 他沒有比過 對 那我們 謝謝 哈哈哈哈 對 不要 別難自己 隨便 隨便 來 工作人員幫我們收一下 工作人員幫我們收一下 請坐一點 請坐一點 來 這邊請坐一點 好 好 好 辛苦老師們快一點 來 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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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辛苦老師們快一點 來 來 走 來 羅老師 好 OK 然後後面還有非常多精彩內容 OK 先比到這裏 來 我們接下來的時間趕快交給 畫圖 趕快交給我們的 董營上的達人和記者團的朋友們 首先要叫我們剛剛被抽到獎品的達人 花花 來歡迎歡迎 歡迎 羅老師 你好 你好 我是那個被您抽到的 祝賀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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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喜歡您很久很久了 所以今天非常幸運地被您抽到 然後我也給您準備了一份禮物 然後為了慶祝的開播嘛 我之前是羅老師的劇粉 也是補完了羅老師所有的物料 然後為了這次《炎心記》的開播 我也是畫了一副《炎心記》的劇照 想請羅老師 猜一下我畫的是哪個鏡頭 好的好的好的 特別期待 哦 畫的是哪個鏡頭啊 不會是第二次打婚吧 是很美的鏡頭 是 很搞笑的鏡頭 對對對 那就是第二次打 是 是 是我 今天結束會被大家懷疑 是不是黑粉的鏡頭 對 真的 他又不變 是一個人的《炎心記》 直接記曉吧 哦 我想到這個了 哦 這個 在那個酒樓裡邊 嗯 扔菜 是吧 對被扔菜的那個 很帥很可愛 因為覺得這個菜葉子特別特別可愛 嗯 就是說不定這次《炎心記》結束了之後 我們會 同款菜葉子發展 所以我畫了這個 菜葉子的這個鏡頭 好 這個是要送給王老師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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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接下來還有給宋益老師的數據 对对对,今天是做的苏妮老师在剧里的一个造型,所以今天是剧里的杨兰兴的造型,非常漂亮的一个造型,然后杨兰兴在里面是活泼又可爱,所以我给杨兰兴准备的,大家猜一下我会画什么呢? 杨兰兴,苏妮老师操画的头像大家知道是哪个吗? 操画的头像是这个造型比心哦,所以这是这个造型比心的,是给苏妮老师的礼物,好,谢谢花花,谢谢 好,感谢,感谢,然后因为我是从西安过来的,所以我也给各位老师带了一份我们西安的小礼物,代表我们陕西的,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的皮影系的小皮影,然后这个是给各位老师的生肖 好,好贴心啊 哇,很精致的一个小礼物 好,老师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十二生肖,然后也是按照各位老师的生肖给大家带的一份陕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祝劝我们年新记大报 好,谢谢花花,谢谢,来我们台下上时休息,我们接下来加快速度,我们首先北野很有料的朋友在哪里? 北野很有料,在这边辛苦我们工作人员地下,看看在上台 好,好,然后我这个问题是提问,我这个问题是提问全体主创,然后现在网上有人说,说这部剧必将掀起全新的追剧热潮,对此各位老师有什么想回应的吗? 好,我这个问题是提问全体主创老师,好,我这个问题是想提问全体主创老师,然后有网友说,这部剧必将掀起全新的追剧热潮,对此各位主创老师有什么想回应的吗? 应该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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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准 对,他们都回答 同意批准成复义,是不是 好,让我们 接下来 高能一辈子 我们的朋友 来,我们去下吧 我这个问题是想问我们罗云西老师 就是刚刚我们也反复cue到第二次大婚的时候 新娘变成大法 然后您之前也有些其他的角色在大婚的时候经过什么被捅刀之类的 那这一次对您来说 是不是又是一次大婚历险季呢? 就是接的不那么顺利 接的不那么容易 第三次里面有没有相对容易一点的呢? 好像第三次还比较顺 第一次也有一点点小插曲 是的 好,那我们就期待我们这新的三十大婚 好,谢谢罗云西老师 好,接下来大西看北京 哈喽,各位老师好,是 董事长,今天今天想提问 宋妮姐姐 首先先恭喜宋妮姐姐又找到了自己的全新赛道 从范若若然后到现在的严男兴 可以说不只是医生都是神医级别了 然后小乐你自己觉得是什么特质拿下了这个全新的赛道 可能是命运的安排吧 因为其实就是庆余年的时候 范若若她最后是当了一个行走江湖的友谊 然后又很幸运的接到了言轻记的剧本 然后转世成为了一代新江湖友谊 所以觉得这个就是命运的安排 好,接下来萤火虫娱乐的朋友 等一下,用吧 各位老师好,这里是萤火虫娱乐 然后想要问一下罗云西老师 就是您剧中饰演的江湖 他是一个脸毛患者 然后您就是会分不清楚 那个到底是谁在跟你在对戏拍摄 但是现实生活中的时候就是 本来是那个宋妮老师的那个角色在跟你对戏 但是下一秒就会切换到下一个人物 那中间有没有发生一些有趣的片段呢 可以分享一下吗 其实和每一位老师都有不少这种有趣的片段 对,然后其中包括就是刚刚提到的殷小天老师 对吧 然后殷小天老师也是不认生的 上来然后就直接就卡卡卡就开始演 对,特别搞笑 然后也特别活跃现场的气氛 包括那个荣荣老师 我之前也特别喜欢他 然后这次在 嗯 片场的空余时间也和荣荣老师拍了抖音的 对,然后大家应该也看到过 然后其实和 嗯 包括和最后甜妞老师 对,在大街局的时候也和甜妞老师有一场对手戏 然后有一个拥抱 我觉得那个拥抱给我的力量 以及就是那种 力量感是非常强大的 然后我觉得也特别的信任 然后从甜妞老师 在变成宋益老师的时候 我就觉得 真的好感动 好不容易 真的,就是 两个人 跌跌撞撞 像过山车似的 走到了最后 真的是还 最后有一个非常圆满的结局 我觉得是 挺感动 很用心的 诠释角色 这台新现场的朋友 还是 铜牌 你好,这台新现场 然后想问一下 苏宇老师 言难心在其中一晚上 一到晚上他就会变身吗 然后这些变身的这些角色 哪个让你去觉得最有趣的呢 嗯 其实他不是到晚上 他是月圆之夜 对对对 嗯 印象最深刻的 我觉得有两个 一个就是 我跟思思的那个变身 也是我系里算是第一次变身吧 就是 我变成 王晨思老师是第一次 嗯 因为我跟他就是外形上 还是有那么一些伴障 但是大家是穿着 不是,你有一些是很套 但大家是穿着一套衣服变的 所以 他要套上我那个衣服 其实还是 其实画面还是挺 后来跟他对食 就是我 你知道吗 因为衣服会被他撑开啊 什么的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还是比较有影响 然后就是跟小天老师 这个真的是 周生难往的 一直变身 特别是看他们两个对齐 然后我们两个又来回切换的时候 那个 刻骨骨骨骨骨的爱情 嗯 然后如果谢谢你们了 就对 娱乐大爆炸 的朋友 在 我想问的是 罗云熙老师 刚才在看片段的时候 有一场 您跟思思老师在船上拍的戏 您对着 王晨思老师演的女主 脱口而出姑娘 就想问问 您对盛念老师演的这么娇羞的女主 您是怎么不孝的呀 你怎么知道我不孝 他太一文正经来演的 但是因为你没看到我孝的时候 那有什么骗差比较快 因为就是我们中哲导演说了 谁在校场 谁就请喝奶茶了 就不能孝 但是而且就是怎么说呢 呃 思思 对 他 他也非常入戏啊 对吧 然后然后想 反正我也看不见他脸 我就自动过滤掉 然后就想 这就是严男心 严男心 严男心 然后就是姑娘 演员的信念 好 太棒了 太棒了 值得一波掌声鼓励 来 还有很多 但是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只能告一段落 更多的我们还是去追剧 对吧 我们更多精彩都在剧情当中 那我们最后请第一排的朋友们 辛苦帮我们把位置空出来 然后请几位到第一排 来跟我们朋友们一起进行最后的大合影 几位可以坐到第一排 对 你坐一下 严心记 走日定档 哦 嗯 可以吃了 吃那个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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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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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一起来祝严心记 红红火火火好不好 严心记大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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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边 3 2 1 来 一起祝我们的严心记 红红火火火 好 OK吗 OK吗 老师们 好 好 那感谢严心记大麦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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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美 谢谢 好美 谢谢 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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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hah Sales